剛才我拿了這款最新出的光操版AirPods 4 已經戴著了 我今天帶她來和我玩這裡 實測一下她的光操和通話的表現 Let's go Hello 我是Pin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上一條影片的話 應該記得我在發佈會試這隻耳機的時候 已經覺得它的光操能力很驚艷 究竟這兩天再詳細試過之後 我有沒有不同的感受呢? 今集我歸納了8樣 大家在買AirPods 4 ANC版之前要留意的事 包括在配件上少了些甚麼 以及功能上多了些甚麼 我都會詳細講解 如果你喜歡看產品評測或開箱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和Follow我的IG 接下來很快就會有iPhone 16的評測片 好 循例上我們都先開一開箱 因為今次的耳機overall都小了 所以你看它的包裝盒都小了一點 裡面就有說明書和耳機 沒有啦 就只有這麼多 充電線是要自己買的 我就將AirPods Pro 2、AirPods 3和AirPods 4放在一起 就很明顯看到體積上的分別 它比起AirPods Pro 2的長度 短了足足三分之一 非常mini 如果跟AirPods 3比較 第一樣就會見到它少了指示燈 現在要打開蓋才會見到 第二樣變成Tab C 第三就是多了一些喇叭 當你弄不見耳機就可以用Find My去找回它 還有一樣不同的就是背部沒有了按鈕 現在Connect就是DoubleTap這盞燈 另外盒子支援Qi無線充電 你可以用Apple Watch條線去幫它充 但就不支援MagSafe 至於耳機首先見到Sensor的位置 以及喇叭的大小都跟之前有些不同 尺寸上亦比上代小了些 但分別在肉眼就不太能看到 不過你會見到之前那隻會圓些 肥嘟嘟些 現在就扁身些 沒那麼厚 所以戴上耳的感覺是會有些不同 可能你會覺得現在Kick的沒那麼緊 因為它真的小顆了 但對於我自己來說 因為我耳孔本身比較小 我就覺得影響不大 絕對不會拼兩拼 它就甩出來 但對男士來說 可能你會覺得有點鬆 如果大家怕真的不適合戴的話 就可以到店裡試試 另外就是今次的耳機 是支援IP54防塵防水 在操作方面跟上一代一樣 都是透過力度感應 輕輕捏耳柄就可以播歌或轉歌 不過就多了一個新功能 就是頭部感應 AirPods 4和AirPods Pro 2 在更新iOS之後都可以用到 用之前就要花一點時間去設置 現在有人打電話給你 Siri就會問你聽不聽電話 只要點一點頭就會自動接聽 另一點頭就會自動剪線 平時你做事 手沒空按鍵的話 這個功能就很適合用 成功率可以說是100% 就算WhatsApp Call 一樣都可以用得到 好 現在終於入正題了 降噪的表現 首先它跟AirPods Pro一樣 除了ANC之外 亦都有通透模式 以及適應性的噪音控制 即是說它會因應環境的聲音 去幫你自動調校降噪的程度 我覺得這兩個功能 跟AirPods Pro的效果都差不多 特別是通透模式 一樣都是很自然的 至於降噪的效果 我在馬路邊和地鐵的車廂裡 都幫大家試過 總括來說 我覺得它的隔音程度 都有AirPods Pro 2的8成左右 在開了ANC之後 你會感覺到耳壓感沒有AirPods Pro那麼強烈 在不播歌的情況之下 環境聲音大概少了一半 有人跟你說話的時候 你依然都會聽到一些聲音 這個很合理 因為它少了耳膠 在物理隔音上一定會差一點 但如果你聽著歌 播放大概七成的音量 基本上已經完全聽不到車聲 或者紅綠燈聲 人聲都會隱約聽到 但你不會聽到它說什麼 有什麼聲音是比較差的 就是一些高頻的聲音 例如是煞車聲 或者是響音聲等等 地鐵入面就再吵一點 所以跟AirPods Pro對比 分別就會更明顯 官方自己都說 這兩隻耳機的降噪效果相差兩倍 但我覺得以一隻開放式耳機來說 AirPods 4的ANC版已經算是非常好 至少地鐵的開門BB聲 或者廣播聲都不太聽到 確實是有驚喜 至於通話表現 直接給大家聽聽 先測試這隻AirPods 4的降噪版 我現在就在一個人來人往的街道上面 前方有人在basking 附近有馬路 人亦都很吵 大家可以聽聽它的收音效果是怎樣 現在就到AirPods Pro 2 我就用回差不多的聲量 站在同一個位置說話 大家可以聽聽兩隻耳機的收音效果有沒有分別 就這樣聽起來 兩隻耳機的收音效果都做得很好 完全不覺得我在這條這麼吵的街上 但我看到有些朋友反映 AirPods Pro在錄WhatsApp Voice Message的時候 是會有點疾的 我們一齊聽聽現在有沒有進步 我現在試一隻AirPods 4降噪版 我就戴著耳機 然後在旁邊播出環境的雜聲 沒有回到我街上貼WhatsApp 我給你耳機認測一下 我現在就換了AirPods Pro 2 我現在都在繼續播出環境的聲音 你聽聽收音效果有分別 相信大家都聽得出分別 因為今代的H2晶片 就加入了一個叫語音隔離功能 就可以令到收音更加清晰 而在連接上 它亦都由藍牙5.0升級上去藍牙5.3 在街上前前後後都走了兩三個小時 都沒有發現它有疾或斷線的情況 這方面AirPods一向都做得很好 另外實視看片和打機 亦都做到近乎零延 它亦都有個人化的空間音訊 和head tracking 所以打機時的臨場感都頗正 至於另一個重點就是音質 作為一隻開放式耳機 AirPods 4的好處就是可以做到比較大的空間感 而且聽得出今次是將人聲擺前座 樂器聲亦都處理得好 有更多的Layer 所以整體音質都會比AirPods Pro清晰些 我主要試聽了張敬軒的靈魂相應 和Yosobi的祝福 除了剛才說的分別 我覺得它的低頻都比另外兩隻耳機紮實些 聽起來整個節奏感會再強烈些 但你問我是否真的可以聽到好細節 我覺得這方面還有改善的空間 始終它現在最高都只是支援16bit 48kHz 在續航力方面亦都要留意 因為看回官方資料 今次的耳機使用時間比之前短了 開降噪的話可以連續聽到4小時 會降噪的話就聽到5小時 不過連賣充電盒 總續航力一樣都是30小時 我試過在滿電的情況下 開著降噪連續聽了1小時的歌 用了12%電 如果大家有留意發佈會的話 就會知道AirPods Pro 2 接下來只要更新軟件 就可以變成一個助聽器 到時大家只要在iPhone上 做一個大概5分鐘的聽力測試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聽力有沒有問題 就有點像我之前介紹過的Zanon Pro 在你做完Test之後 你就會知道自己兩邊耳朵的聽力分數 如果它查到你的聽力 是有輕度至中度的受損的話 你就可以打開臨床級的助聽器功能 到時你跟別人聊天 就會自動幫你提高某些音頻 降低背景的噪音 以及加強語音 令你聽得更加清楚 甚至乎你用電話去看電影或聽歌 都會自動幫你調節 但這個功能只有AirPods Pro才能做到 預計今年的秋季 會先在美國和日本等100個國家推出 香港應該都很快會有 以下來說的功能 AirPods 4都有 包括個人化音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時聽某些歌曲 可能會大聲一點 或者小聲一點 又或者乘車的時候 突然之間環境很吵 音樂不夠大聲 你又要手動調教音量 現在就不用了 因為在開啟這個功能之後 它就會懂得根據環境 和你通常聽開的音量 慢慢學習你的聆聽習慣 以後無論你聽什麼歌 或者看什麼戲 它都會懂得幫你調教最適合的音量 第二樣是對話感知的功能 即是說你一說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調小聲一點 說完東西就會大聲 這不是什麼新東西 純粹給大家得知 我這裡也要戴頭盔 因為我在拍這條影片的時候 耳機還未正式買街 所以有部分耳機的功能會有限制 接下來很快都可能會有軟件更新 大家記得留意 一直以來開放式耳機最大的限制 就是做不到降噪 我知道有些朋友對於入耳式的耳機很抗拒 可能會戴得久不舒服 痛、敏感等等 而AirPods 4就正正解決了這個問題 雖然它少了耳膠 但它的降噪能力的確是拍得住AirPods Pro 再加上今次在收音方面 音質方面都有進步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用開AirPods Pro 2 但又不太喜歡它那種很焗速 很有耳壓感的感覺 你就可以試一試 但如果你用開AirPods 3 而又不太需要降噪功能的話 我覺得你今次不換機都無所謂 因為它們兩個的音質分別不是很大 除非你決定要放棄Lightning 以及想換個小一點的充電盒 可以選擇非ANC版 它便宜$400 主要是少了主動降噪 沒有適應性音訊 通透模式 對話感知 以及充電盒不支援無線充電 今次大家看到這裡 有決定買哪一隻耳機沒有呢? 又或者如果你對AirPods 4 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 今次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很快再見 Bye Bye